两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从山 大家好我是任俊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呢是2021年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 台股的封关日 那确实创造了非常多的奇迹 因为就指数的角度而言 其实它又创下一个 历史新高的一个记录 那当然在这种历史新高的 这个盘这个格局当中 我不晓得各位投资朋友们 今年有没有赚到钱 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想想看 还有没有办法再赚得更多 再做得更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更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行情这么好的情况下 为什么你的荷包 没有去做一个增加 反而呢资产上面 反而是一个减纯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遇到这种状况呢 我也必须提醒各位投资朋友们 一定要做一下调整跟改变 把对的方法用出来 用得很好 你才能够取得长期而稳健的 那基本上红老师是一个会一直检讨自己的人 不论是我做对或者是我做错 其实我都会随时跟自己讲 我可以更好 我可以更加的成熟 我可以更加的为会员们创造更好的一个绩效 所以即使有一些股票 投资朋友都觉得操作了很棒啊 赚了很多钱啊 可是呢就我的角度而言 我有做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必须要去做经济 比如像说九月份啊 其实当时当大盘不好的时候 我当时就已经在跟大家讲说 未来有改变世界的新科技 他们有资金在买 有人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所以呢从车用开始 半导体甚至太空的族群 我们都下去做切入 下去做一个布局嘛 那时候啊 指数在跌 我知道投资朋友们都很恐慌 可是呢我已经告诉大家说 未来会创历史新高 但是要创历史新高的股票 不会是过去那些所谓的航运 所谓的钢铁 那你要把资金做有效率的运用 所以你要去买一些 有人在偷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标的 所以呢我那时候在九月八号 我们下去做切入 我们去切入这档标的 3305的生贸嘛 高阶封测的席高 mini LED的产品要出货 甚至呢 SpaceX的独家供应商 大量的资金来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量占比从700跳升到350 我说这个股票啊 在这种这么低的位置 突然出现大量残虹 来去做一个布局 来去做一个表态 所以强势股拉回要站在买房 当时跟大家谈的时候 46.8元嘛 46.8元后来呢 一路的涨涨到哪里 涨了20%来到56块钱 对不对 那涨上来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说 你不要急哦 强势股拉回 站在买房来去做切入哦 居然他已经表态了 那未来他一定会做洗盘 那你要买呢 你要回来的时候 再去做切入 所以我在9月22号的时候 加码 50.8元 空手者加码布局 然后呢 到10月1号的时候 51块钱再加码布局 当时指数都是跌的哦 两次加码的时候 指数中错了400点 对不对 当时10月1号中错400点啊 9月22号的时候 指数也是中错400点 可是我说跌不要怕 因为这些股票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布局 所以强势股回挡 你要勇敢站在买房来去做切入 那你只要行情一维稳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创新高 来到59.3元嘛 涨幅就来到30%了 所以第一次买46.8 第二次买50.8 第三次买51块钱 就这样一路的买上来 创新高之后 everybody都在在探钱了 当时指数还没有创新高哦 我的股票已经在赚钱哦 甚至到10月27号的时候 已经创下新高 来到64.7元了嘛 那时候涨幅已经来到 将近快40个percent 这样贪不死了 当然我们在这个位置点上面 去做一个调节的一个动作 我说好啦 有赚钱了我们先出了 那出照理来讲 你应该要很开心 因为这一档股票 当时整个盘是这么差的情况下 我们还有40%的获利 同事朋友都很开心 可是当时在卖的时候 确实很开心 但是你等到回过头来去看 我真的 我自己在做检讨的时候 我发现我真的卖错了 因为它最高点来到了92块钱 我明明在低档下去做布局的 结果我在涨了40%的时候 我就把它获利了结 但是我获利了结之后 没想到后面还有这么大一段 这样子差异别差了多少你知道吗 后面涨的将近快60% 所以当下你看觉得老师是对的 卖掉这档股票 我们赚钱我们获利很多 可是我在检讨我自己的时候 我发现我这档股票真的 讲实在的我做得不好 我真的做了不好 探视一下而已 所以我在检讨自己 我在改变自己 但我知道说我有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我要知道说 我要怎么把一档股票爆好 而且把它爆满 我让我的会员朋友们 可以赚更多 买在低档 甚至风险最小 我要让它达到获利最大 这就是我要去提升的一件事情 我要去做改变的一件事情 所以一直到哪里 一直到9月底的时候 我看到了资金流向开始出现改变 车用半导体族群确实还是主流 但是在半导体族群当中 我们从台积电出发当做一个核心 我说开始你要注意 因为资金开始往台积电的 相关供应链来去做移动了 台积电都还没有涨 所以未来台股会大涨 它会往历史新高去做突破 那它要创历史新高 台积电绝对不会怎样 它绝对不会被冷落 所以台积电要冲的话 相关的材料 相关的设备 相关的IC设计类股 它会有买牌 有资金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这个理由也很简单 今天我的老大台积电 他要开始冲了 我今天是主力 我是大户 我是手上 握有几十亿资金的人 我会去买什么 我会先去布局台积电的子子孙孙 旁边的这些小弟们 我要先买好啊 因为他们冲的会比较快 股本呢比较小 他们涨的会比较快 所以我说我们从这个方向来去做布局 所以我在9月30号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这支股票有人在头位 有人偷偷在做进场布局 那他的买法其实你有发现跟谁一样 跟身帽是一样的对不对 量战比1500跳升到300 哇这一根一根一根的大量长红棒 这有人在头位嘛 潜在做布局的动作 量单的高点不是最高点 回撤支撑站在买方来去做切入 所以量缩回档它会继续涨 那我在买的时候 当时也被人家笑啊 但没有关系 我已经被人家笑过身帽一次 后面证明我是对的 我再被人家笑三幅的话 又有什么关系 67.4元嘛 我的会员就是买在这里嘛 量战比1500跳升到300啊 回撤支撑 勇敢下去做切入 勇敢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买完之后 到11月4号才开始第一根亮灯涨停板 到11月5号开始第二根亮灯涨停板 到11月8号的时候 第三根亮灯涨停板 没站稳洗下来 那我讲什么 我说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低买的 低买的我才有办法报 所以一直到 第11月9号的时候 第三根亮灯涨停板 我们非常的扎实赚到了 所以我觉得说低买很重要 那重点在于说 当我有低买的时候 我买对了 我还要能够报得住 这就是我从生贸当中 我去学习到的 我去检讨自己之后 做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调整得很快 因为我知道行情它就是不断的在变 所以当大家觉得说 哇 这支股票去四十五 涨上来涨了四成了 很多对不对 老师是不是要获利了结了 老师是不是应该要把这张股票卖掉了 因为我们已经贪了四十三% 我们已经赚了四成多了 但我当时跟大家讲什么 量大高点不是最高点 强势股拉回 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可是前提是 你不能用追的 因为你只要买股票 你都一定要用原本的方法 就是买低档买起涨 不能去做追涨的动作 所以我说我有BIOS指标 我有金流的法则 当这档股票资金流入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你不能对它感到害怕 这就是声贸告诉我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告诉我的投资朋友 我们要赚大的 强势股回档 要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第二次再买的时候 83.1月 空手者布局回撤之声 勇敢下去做切入 对不对 你的买点是对的 11月19号的时候 后面到12月8号 就来到亮灯涨天盘了 创下一个历史上的新高 来到50个percent 一档股票涨50% 那你说涨50%就结束了吗 我说亮灯的高点不是最高点 突破新高之后 它没有压力了 当它没有压力之后 那你就要知道说 它未来的高点 你是没有办法去做预测的 所以你就看到一路的涨上来 涨到了116块钱涨幅72% 涨到了123块钱涨幅82% 涨到了130.5元涨幅93% 涨到了141.5元涨幅110% 甚至12月28号再来到亮灯涨停板 恭喜会员手冲持股续报 涨到了162块钱140% 然后再涨到了12月29号来到164% 到今天还在创新高来到187块钱 涨幅178个percent 所以你看从低档下去做布局的 67.4元下去做布局拉回再买方再做切入 83.1元到今天为止 不要说我们低买的 连原本加码的单子 现在都已经是翻倍的幅度了 所以我说我从身贸当中 我得到了很多的经验 要怎么把一档股票报好报牢 就算你买到一档标股 你要有那个报标股的决心跟他的信心 所以我从身贸当中我得到就是说 我明明就没有出现任何卖讯 但是我居然不按照我自己的纪律去操作 所以我把原本该翻倍的股票 我错失掉了 那这一次我就很快的调整 所以三幅化 我们现在涨幅涨到现在了 我们手上的持股每个会员 有没有报到现在 everybody贪病鬼 178个percent 那我相信 你今天会看到很多市场的专家 每一个人都在跟你讲三幅化 他们不就是当年跟你讲什么 航运股市一样的道理吗 等到他涨上来的才有人才去做追价 叫你去买股票叫你去追 但是我不要这样做 因为你这样做你不会赚钱 他只是给你画面 可是他没有办法给你带来绩效 所以我今天在183块钱 这个位置点上面 我发了一封抠讯给我的投资朋友们 那这封抠讯是什么 他是加码呢 还是卖出呢 但不管是哪一个 重点是我们全部都是赚钱的 这就是我们的操作公式跟方法 你会发现洪老师跟其他老师很不一样 因为我跟你讲的是一套有逻辑的系统 我不是告诉你每天什么股票涨停板 我在做这些股票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方法 我为什么可以买在位置 卖在椅子 当你现在都知道三幅化很棒很好 未来是有台积电的供应链 他未来会做台积电的回收容器 但67.4元的时候 没有人这样跟你讲 也没有媒体会跟你这样做报道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看得见未来的男人 他才能够做到的事情 所以当你可以知道说这一档股票 现在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 你认为这种操作模式 它价值多少钱 我相信我明年会比今年更好 因为我会不断的去做调整 不断的去做改变 我让我自己变得更好 我也可以让我的会员们 他们变得更好 这就是一个分析师的责任 所以我说我有公式 公式在这里 金流战法三个要点 量战比的法则 BiOS指标加移动所力的部分 包括你看到的身帽 量战比告诉我的 包括你看到的三幅画 量战比告诉我的 那这些量战比的法则 就是我们操作的依据 所以当你在看其他节目的时候 你真的没有方法的 你真的只是看他 每天告诉你什么股票涨停板 或者是每天在死抱着 他的钢铁航运元宇宙的话 那我建议你赶快换吧 因为未来的行情 并不在他们身上 那如果你没有抓到主流 那你可能会错失掉 2022年最大的一波半导体的机会 所以呢 到底半导体有什么样的魅力 待会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再讲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谷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谷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谷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工作室脚被砸到 老板不肯住场 也没伤病假 我要 打官司了 别人生意 劳动事件法设有专业法题 有专业法官帮你先调解 调解不成才进行诉讼哦 劳动事件法保障劳资付账权益 化解生意更快更容易 自然循环 生生不息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11点到11点半 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我一直强调就是说 台股真的很便宜 因为有一档股票 2330的台积电 即使台股创下历史新高 可是台积电它还没有创历史新高 那我说台积电600块钱以下 我说实在的它都是被低估的 你未来看到台积电飙涨 你都不要意外 你真的都不用意外 你真的都不用意外 我只要跟你讲说 其实台积电它未来的产能 它要大幅的扩充 那你就知道说原来台积电它未来的营收 它未来的获利将会爆发性的成长 而且是5年以来最大的成长幅度 我们用简单的算一下 台积电现在在台南南科有4个厂要扩 在美国6个厂要扩 在欧洲德国现在在洽谈 日本有一个厂要扩 新竹宝山一个 然后台中高雄都准备要做扩厂了 那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 台积电是一家非常保守的公司 它如果没有接到足够的订单 它是不会随便去扩厂的 所以现在我的产能满载 我的情况最好的情况 就一年大概赚25块钱 可是当我这一些产能全部开出来 那个25块钱是直接跳跃式的 往上去做成长 所以当你看到现在台积电 觉得它很贵 但是你等到明年再来看 你等到后年再来看 你会觉得台积电它非常的便宜 所以我说为什么我要以台积电 变为核心当作出发点 那他们会买的 你说台积电会好 那产能扩充出来之后 材料是不是会好 因为你用的料一定变多 那你的设备是不是会很好 那你的IC呢 因为我现在有产能 我自然可以出货 我的营收获利 也会跟着台积电成长 所以一个台积电 只要跟台积电沾上边的 现在啪就上来了 三幅化是不是其中一档 我说材料相关的族群 我先下去做布局 那你就看圣衣 不只是三幅化 圣衣我当时在买的时候 大家也看了没点 说这种股票会去 你笑死人对吧 我就说他会涨 因为量战比800跳到380 这一根一根的大量长红棒 早就已经有人偷偷在做布局了 所以你要买什么时候 不是买它大涨 是买它拉回 强势股回挡 站在买方来去做切入 那你的买点是对的 有没有 当时买在138块钱 空手者 我之前已经买过了 空手者回撤之声再买 涨到了164块钱 涨到了169.5元 创新高有没有 涨到了183块钱 今天还在创新高 那你说138块钱买的 到现在为止 你光耗今天 哇 起50块了 一支股票就起50了 你不用买多嘛 你买一张就好了 一张就5万了 50块钱就5万了 5万的价差赚起来了 那你说你每天在那边搞 搞什么 搞钢铁 搞航运 搞元宇宙 真正的好的股票在这里 但是你当时都不敢买 为什么不敢买 因为它没有涨 所以你不敢追 所以你因为它没有涨 所以你不用追 所以你不想买 这个逻辑也很奇怪啊 那股票不就是买越便宜越好吗 当你知道这家公司被低估 那你可以在很低的价钱 去买到它 这样子买点 风行有限 获利才会无穷大 那这些都是台积电相关供应链 台积电成长 它跟着成长 他们就是跟着台积电吃香喝辣嘛 那我要怎么提前知道 就是看资金的流向 有人偷买我先知道 先知道先买股票 先买股票 技术分析产生讯号 技术分析产生讯号 我就带我的会员去买 所以我为什么 我都是走在趋势的前面 三浮化走在趋势的前面 深茂走在趋势的前面 圣衣走在趋势的前面 所以同样的 我也没有叫你再去追啊 我说好的股票在这里啊 切入先进制程 2022年它会获利成长 同样的这个钱有没有多 也是很多啊 那这些大量的资金来去做布局 不就跟当时商不化很像吗 那你要怎么买 你要等它拉回的时候 来去做布局 强势股回挡站站买方 所以我说材料有机会 设备也有机会 但是就算你要买设备 我也不会叫你去追那种 已经涨到天上去了 那种已经太高了 那就不要追嘛 但是有一些个股是大家忽略的 像这种迅德啊 台积电自动化设备厂商 当时我跟大家谈的时候 一百不到一百一十块钱嘛 那我为什么会跟大家讲这种股票 因为量占比七百跳升到两百 这种量缩回来 它就是在洗盘 那它在洗盘的过程 你要有耐心啊 好的股票它就洗啊 三幅化不就洗了一个月吗 但是后面有没有赚到爆掉 那我为什么你只要买点是对的 你不用怕它洗啊 那时间一到了它自然就会反应 我没有办法去控制阻力 什么时候要拉 可是我可以去控制 我自己买的成本是多少 但是你等到你后面涨上去了 才想去追 这就是投资人的通病 很难去改变的一个做法 所以你才需要我啊 为什么我可以帮你去改变 你原本的习惯啊 你要开始控制风险 你希望说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到大钱 你就要先把风险控制好不是吗 那明年它有一台很重要的 UV光照盒的储存装置要出货 今年开始适量产 明年要开始大量出货 那我觉得你看现在的股价 真的被低估非常多 所以我不需要去追其他的股票 我就要把这些股票 好好的做好就好了 这就是我带领会员的模式 不然你每天给你变来变去 今天航运明天钢铁 后面再来一个元宇宙 长什么就讲什么 这种做法是不会赚钱的 真的会赚钱的股票 就是在这种低档的位置点上面 你真的敢下去买 南科土地不够你敢不敢买 然后呢他的孙子你敢不敢买 这就是一个重点嘛 他就是有未来会大赚钱的股票 可是你现在看他股价没涨 你就觉得他不好 那当然你等到他涨上来的时候 你就只能追高啊 那没有办法走在趋势的前面 你就永远赚不到大钱 每天只会看什么股票涨停板 很多昨天涨停板的股票 今天都摔下来啊 那这些股票真的好吗 还是说里面真的有一些好货 其实他是被错杀的 要怎么去选择 这个困难的问题 你交给我来帮你做处理嘛 所以我当时在做松腾的时候 我说车用工具机股价 相当的低估啊 那量占比从1000跳到360 股价要做回档对不对 量缩回来未来才会继续涨嘛 所以呢量占比这个资金 已经有人在买 强势股回来 强势股回来有没有 那每次回来他就是在洗盘 那你只要买在他洗盘的时候呢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才会无穷大嘛 所以我当时在买 11月17号的时候不到70 涨到80块钱 我说休息一下不要再追 然后呢再跌下来 来到77.2元 我们下去做布局 后面涨到了哪里 涨到83块钱创新高嘛 涨到哪里 涨到89.3元创新高嘛 涨到哪里 涨到93.8元创新高嘛 再来呢涨到96块钱创新高啊 那涨到96块钱 很多人就想追了啦 那我跟你讲什么 不要掉啦 我说我还要再加码第三笔 可是第三笔 什么时间点加码 你要有讯号 不是我今天买的股票 它一定会涨 或者是我买的它就会涨 而是说它准备要起涨前 它一定有一个讯号在那边 那这个讯号出来 我们再去做加码第三笔啊 那前提在于说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你从原本的不到70元 77块钱加码 到今天好 三四八四的冲肯你看嘛 它最近是不是回来 那乖离过大本来就会做收敛 但是收敛的过程 我要找买点下去做切入 什么时间点才是买点 强势股回档 站在买方来去做切入 所以我们都赚钱了 我有什么好怕的 我就从深茂的当中 我学习到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有一些个股 你要知道怎么去做动作 你要怎么知道 要怎么去做一个布局 所以你有资金 我有专业 我希望说我们携手合作 明年可以共创 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那当你把资金抽出来 你可以去做运用的时候 你可以找到未来市场上的主流的时候 我相信啊 未来台北股票市场 不会亏待你 所以既然我们绩效这么的亮眼 那这是最后一波的优惠了 那明年可能会涨价 所以趁着广告时间 赶快把电话拨通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一路大操作顺利 我们明年再会 拜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这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一笔财尽在运通 运达投顾 新年新气象 古年抢豆香 福福山峰 迎金虎358 运达投顾 让您今年一定发 358 运达投顾 让您今年一定发 书步专线 明儿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 不再旺鼓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运达速播 零儿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顾 新年新气象 古年抢豆香 福福山峰 迎金虎358 运达投顾 让您今年一定发 358 运达投顾 让您今年一定发 书步专线 027810909 27810909